西班牙巴塞罗纳俱乐部已经官方宣布,他们已与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达成智利中厂比达尔的转会协议,巴萨为比达尔向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支付3000万欧元转会费,与此同时,巴萨与比达尔签下了三年的合同,此比交易达成。 巴萨罗纳终于弥补了保利尼奥里对后的空缺,但却不得不让另一支球队重新寻找引员目标了,这支球队就是一脚豪门国际米兰,就目前消息,在失去了比达尔之后,国际米兰继续保持同皇家马德里的接触。 莫德里奇仍然是蓝黑军团的首选,而皇家马德里主席弗洛伦蒂诺在莫德里奇场会事业上已经松口。 老佛也表示,如果国际米兰维摩迪开出6000万欧元报价,皇马方面就会同意放人。 与之前弗洛伦蒂诺公裁表示,不考虑出售莫德里奇,除非对方报价达到7.5亿欧元的态度相比,皇马显然是想通过这样的台价的伎俩来赚取更高的转会费。 任何人都明白,如果等到2020年夏天摩迪的合同到期,那时候的莫德里奇已经年满34岁,皇马将无法从他身上再获取任何转会费。 所以,如果莫德里奇告知皇马方面自己想要离开,国民依然保持追逐莫德里奇的态度,克罗地亚人转会国际米兰的交易必定会成功。 目前国际米兰已经向皇马开出1500万租建一年,2500万买断的报价,但显然这份报价无法打动皇家马德里的大外口。 就在这时,著名经纪人门德斯为两家俱乐部提供了一个混运双方都满意的运作方案,三方交易。 皇马向拉奇奥支付一点而以欧元来获得在尔雷亚中场米林和围棋来弥补莫德里奇一对后的空缺。 而拉奇奥以3500万欧元引进国际米兰中场肉奥马里奥填补球队中场实力,国际米兰花费5000万欧元引进他们梦寐以求的莫德里奇。 众所周知,米林科维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麦莲、巴萨、杨文以及米兰,都曾经愿意花大价钱将其引进。 而以目前皇马失去斯伊罗甚至即将失去莫德里奇的境况来说,眼前米林科维奇,无论是在技战术层面还是商业运作层面,都对皇马的未来发展大大有利。 并且1.2亿的转会费,也只有像皇马这样的顶级俱乐部才能支付得起。 拉奇奥这样的小庙是绝对容不下米林科维奇这座大神的,与其攥在手里,不如称形甲高出手套现。 或许这比较易的关键点只在拉奇奥身上,他们真的愿意接受在国际米兰,无法展现出实力的买里奥吗? 罗掌柜